全国性的会议 也是想要在这个古清的文化当中 吸收一些养料 从理论上面的丰富自己 无论是官方的积极推进普及 亦或是民间的雅籍聚会 古秦这一穿梭了三千多年历史长河的文化产物 正在重新回归人们的事业 为当代过快的社会节奏 而苦恼的社会精英 也逐渐在悠扬舒缓的古秦世界中 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很好 很好 这个上学的La Dore 要把这种拉快一点 对 一种刚强明快 中间的柔情 走 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雅籍 过堂 那你必须要坐在这个地方弹琴 有很多学员学生来听琴 那你就必须要弹 要弹的话你就必须回去要练 这就是龚老师经常会来逼我们做的一个事情 教胡家 必须要把十八段诗背出来 叫阳观三叠 先把词弄清楚 然后你弄清楚了 我再提问 这两词怎么结束 出点是什么 在不前你看看古画去 我告诉你哪一幅画你去看一看 你就静静地对着这幅画坐着 想想 感受 因为现在我们不在古代 古代的生活 场景 意识 哪里来呢 古诗 古画 古装剧和你的去理会 还不行吗 打太阶拳 报酬不是这样过去的 那些老头老太公园里头 那时候不叫大家下一拳 这里面多少力啊 扯在那儿 拉开来的时候 哇呀 这个浑身里面全是这种力量 你要找到这个感觉 海底捞月 这个腰这样下去是这样下去的 不是这样的弯腰下去的 是这样下去的以后 从往下底下抄出来 撒一家伙 你这个腰才能够起到断链的作用 我和工艺老师特别烦成这个古琴大师 我就认为一个大楼是办公楼 每个人一生只能在一间工作室工作 那是一个楼 那这个楼就是古琴的体系 所以古琴有历史 有卓制 有文史哲 还有演作和教学 一个人的一生能做一件事就不错 手工极致的打造 成就了古琴深沉悠远的文化运备 而慢节奏 细品味的生活理念 在快捷重压的现代社会中 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推广并实践 经历过时光更迭 岁月沧桑的古琴 将继续象征着 中国崇尚自然的精神符号 承载着内敛中正的人文品格 不断前行 亘古不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